台上五位华人女性因为在事业跟家庭上杰出的表现受邀获奖 南加州分会会长郭秀美表示 金冠奖每三年评选一次 得奖者不但是经营事业的高手 也是家庭兼顾的优异女性 我们每三年举办一次金冠奖 那么从南加州选出我们当地杰出的这个女企业家 那给予表扬 那么是今天晚上我们一共选出了五位 一个会的成长真的很需要靠每一位姐妹 每一位成员的共同努力 尤其像我们办一个这么大的活动 我们一共分成了16个小组 从我们这个提名评审 我们因为要出一本特刊 所以还有编辑组 那么要办好就需要大家的无私的奉献 那么我们从这个一起办活动 可以说怎么讲 不打不相识 一起做事就有这种革命精神 可以增加我们的姐妹的感情 而且一个会真的也需要大家的共同支持 才能够很稳定很茁壮地继续成长下去 非常的开心 我们世界华人工商物理器官协会南加州峰会 是我们全球42个峰会里面最优秀峰会之一 那今天我看到他们主办这个第三届的金冠奖的 选拔颁奖获得这么样的盛大 可见我们所有的姐妹 与我们的会长 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成果 郭兄妹本人也曾经获得这个奖 也感同身受 在创业之余兼顾家庭实在不容易 尤其是身处异乡奋斗 傍晚的颁奖典礼 联邦众议员赵美新 洛杉矶台北经文处处长龚中成 形式科学专家李昌玉博士等人 也为得奖者颁奖 李昌玉博士并且以轻松幽默的口吻 用他过去经历所办过的案子 来演讲成功之路 当时我参加州警工作的时候 我们的鉴定中心在个厕所里面 我只有18个警员 两个巡官一个队长 所以你一定要转体改制 才能发展活力 要提高技术增加品质 这就跟刚才几位的 做企业的女士 一样的完善体制 加算管理 发展科学分工合作 世界华人工商妇女协会 在六年前创立了金冠奖 目的是在表演 华裔女性在海外奋斗的成就 以及对社会做出的贡献 成为更多的妇女同胞 互相学习的榜样 中央电视采访报导